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萬華區的 俯神口味炒味扇 這是這間店這邊的樣子 因為現在已經到冬天了 他們有新的口味料理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在華西街觀光夜市裡面 就是這個 老闆你好 那今天是有新的口味是嗎 對 麻油義麵 麻油扇魚義麵 湯的 然後再來麻油炒餐 冬天可以幾分一用 這是您的創意料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本來南部的 南部也有 是喔 比較少 南部 比較 坐月子在吃 是 私房料理 好那就試試看 好謝謝 好特別阿 好特別阿 好 induced 烤焦 這非常的快 好那現在就品嘗看看 在北部很少見的麻油鱔魚麵 上面還加一點辣椒粉 一樣是這個很新鮮Q彈的鱔魚 好奇妙的感覺 嘴巴裡吃到感覺像是那種麻油鱔的感覺 但是是鱔魚麵 很特別的感覺 這味道都比較簡單 但是對我們北部人來說可能會比較新鮮 因為很 我也是聽到麻油鱔 麻油腰子 但是沒有聽過麻油鱔魚麵 沒有聽過麻油鱔魚麵 比較清啊 很好吃 很特別 很特別的感覺 欸 欸 就是少了雞肉的油膩感 欸對 多的就是 鱔魚的鮮甜跟Q彈 比較清爽 比較清爽 嗯 好吃 可以吃到麵又可以喝到湯 欸 又可以吃到麵又可以喝到湯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很棒 嗯 嗯 嗯 真的很棒 這個米酒味也很夠 很棒 好吃 好吃欸 加上這個Q彈的鱔魚 真的很棒 好吃欸 真的很棒 我覺得有超過120分 那老闆的手藝也非常的棒 嗯 讚 好 那這個冬天的時候就希望各位朋友來吃吃看 真的很特別 嗯 好好吃 好 帶著這個 麻油的湯底喔 但是是鱔魚麵喔 真的很好吃喔 讚喔 裡面調味料就還有這個 洋蔥絲高氈塔 還有薑片 還有麻油 嗯 嗯 真的很棒 好吃 好吃 好 那第二道喔 麻油 乾炒散 一樣喔 鍋燒 不要認識鍋燒 對 來 來 來 你要認識冬天 冬天 進 來 江不要給他客氣 來 這樣麻油給他給他客氣 好 那老闆就講到這個秘訣喔 薑跟麻油 薑跟麻油不要給他客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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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一樣起鍋了 一樣起鍋了 好 那現在馬上來嚐嚐看 大火快炒 一樣是這個非常新鮮的大塊的扇魚 喔 喔 我這樣乾炒的話 感覺那個味道更加的濃郁 喔 雖然是感覺在北部是新口味的感覺 但是吃起來很順口 喔 這一道我喜歡 讚喔 感覺這一道蠻適合配壁魯的 相當美味喔 讚 喔 這一道真的是白飯殺手龍 真的很棒 很好吃喔 好 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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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同時 一一一的還透出這個麻油香 跟其他這個主料的香味 非常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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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好 這個新鮮扇魚 然後加上這個 豐富的配料 吃起來就真的很過癮 還有這個鍋器 好 好 這個麻油料理真的是 好 令人大開眼界喔 真的是蠻不一樣的 好 就等各位陪來品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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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讚讚讚讚讚讚喔 超好吃的 嗯 太棒了 好 老闆請我把這個麵加到這個 乾炒扇魚的醬汁裡去拌 好 好 它的味道顯得更加濃郁 看個人 個人蠻喜歡比較濃郁的感覺 一般麻油跟配麵線 但是義麵它要是更濃郁實一樣 味道的個性不一樣 這個更濃郁 嗯 好吃 讚 很好吃 好 那剛剛跟老闆聊了一下 他說這個扇魚麵喔 湯不僅可以喝 然後跟麻油雞比起來 它比較不會那麼燥熱 喝起來很順口 好 這個很特殊的體驗 各位朋友可以來試試看喔 冬天的時候你可以試試看這個很特別的麻油扇魚麵 還有乾炒麻油扇魚 真的是很特別 嗯 好吃 讚 好 那老闆講說這個價錢上的話 因為我剛沒有看到價錢喔 就是跟現在菜單上的一樣 生炒180 那義麵的是120 這個冬天限定版 真的很美味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